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 三天三夜讲不完 我叹了一口气 包括袁医师 郑淑慧 你都可以去问他 还有好多人 我说他会绝子绝损 我没有生他的气 我对他多好 我讲不出口了 他的退休金关我什么事 你们不管是谁 大陆来到台湾来 你都知道有汇率 我叫袁定 村者都在 即使不在也可以 再去申请一本 他的老婆叫张某某 师父 师父 怎么办 就这么一点钱 我说没关系 那叫他先把钱给你 因为川南要连退休金还要等一个月吗 我先把钱给他汇率 他就赚了 结果他还我的时候 美金差了五千多美金 我一笑置之 没有问题 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不是我多有钱 老天会整你们的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好了 有一天 原话大家都告诉我 师父你的话又灵言了 他的儿子叫你什么来着 你可以马上查 开补习班的 你可以问我原好 马上问 马上问呢 叫你什么的 区区才为了台币五千万 一百五十多万美金 你们不要再说 这个师父很有钱 我告诉你 我账号里几千美金 我们有钱 我最大的 本能也好 是说服力跟山东力 那是我的强项 我最不会说法 因为我讲都是真话 结果呢 儿子 自杀了 你们都行行好不好 如果 他的弟李汉清啊 李汉清原德啊 一年来我对你不好吗 我一点都不生气 一点都不在乎 为什么你自己早着去死呢 离开我了就血爱 我相信你的朋友 那个什么导演 也许会说 师父啊你怎么了 哎呀你怎么了 人都死了 你提这些干嘛 咱导演啊 我告诉你啊 如果 这个世界上的恩怨运运 都没有人去讲 没有个真实的故事出来 我故事还多呢 也许就 他的case 他的案子是大的 因为他儿子也真死了 因为他儿子也真死了 李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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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哎呀 你们都是 真的奇怪你们 为什么要糟蹋别人 为什么要说谎 做错了就错了嘛 跟着蒋医生嘛 三白九寇嘛 会死人吗 记得那个孔子的弟子 是哪一个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来了个人听说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孔子多棒 三千里地来 来跪拜他 要求见他 然后来问了个问题 孔子的弟子说 他讲太阳从西边出来 他怎么会西边出来 后来 孔子大人回来了 对对对对西边出来 他说你看吧 给我扣头 孔子对着孔子就给他扣头 什么意思 观众们 大德们 孔子多有智慧啊 这讲不完啊 到晚上也讲不完啊 这种人 小人女人男娘也 外交得走了吧 我认可的弟子 认可的护法 哪一个人你是什么玩意儿 我早心中有一把尺 你们都是假装的装 我是装满了的装 真的别这样 又来回来 在台湾花了一个亿多的 一坨一来 两三万美金 在美国的华人们知道 开票来回多少钱 从南到北多少钱 都是我一个人开销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干 我就想求他们 好好让人类的本性 一穿十 十穿百 百穿千 一直穿下去 结果呢 一穿十 十穿百 那个师父好有钱 都可以白吃白活白拿 最后我到了 放了消息 告诉大家 我不会去台湾了 经商只有新法 在台湾真正的萌芽了 我会回去 奇怪了 现在点灯的人啊 以前如果一个月有两个 现在恐怕两百个都有了 难不成人家告诉我的 真的四百年来 给人家管管了 我还真有点不信这个邪了 怎么会这样 我记得我问过李洪宇 李先生 非常有教养 也有学问 当过内政部长的 是我讨教他 我请教他 我说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把他说 讲的话 学给大家听 因为有些话是带着表情 现在碰到我本人 历历在务 从纽约到这边 因为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一个 个了不起没关系哦 没关系 像我这样弘法的方式 因为来不及了 每天就教大家拿金钢筋 罐子在菩萨 一切游行照 大座 这些都很好 没有说不好 但是就好像你们吃饭一样啊 换个 你每天吃苏西也会吃腻啊 你每天吃青菜 萝卜豆腐也会吃腻啊 总要花一点嘛 对不对 我只是法无定法 法无名法 法无刑法 法无变法 以此而已 只是后看 我现在我知道这是Kamera 将来出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来承担 我只希望这世界上有缘人 我能帮助你什么 然后愿终审理苦得了 至于我的形象 我能得到什么 这个无关系 对我来讲完全不重要 好了 圣事如回 这样算好 以笑就是君子 开骂就是恶人吗 怪乎去淫草地 家家真真去了园吧 我们下一回再聊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